菲律宾谋划侵占黄岩岛 美航母编队接近南部战区出动 东盟提前和菲律宾划清界线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实军 欢迎收看严实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非谋划侵占黄岩岛 美航母接近南部战区出动 东盟提前划清界线 最近南部战区发布消息称 1月3日至4日 南部战区海空兵力 将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 战区全时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 任何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 都在掌握之中 而这次巡航也并非巧合 因为就在同一时间段 美国和菲律宾正在南海活动 美飞正在南海进行 为期两天的联合巡逻 菲律宾武装部队的声明中提到 菲律宾军方将动用 菲律宾海军的四艘舰艇 一架搜救直升机和一架反潜直升机 美国则出动了四艘海军军舰 包括一艘航母 一艘巡员舰 两艘驱逐舰 以及数架作战飞机 根据菲律宾 艾卡拉兹号巡逻舰的信号得知 美飞双方演练地点位于黄岩岛以南海域 美军还出动了弹药与干货补给舰和游船 美飞在南海联合演习 我方高度戒备并掌控局势 至少说明对峙是难以避免的 其次也是在做最坏的打算 这段时间 菲律宾多次在黄岩岛仁海礁附近挑衅 去年9月份 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 公务船未经中国批准 试图非法冲闯 中国黄岩岛细湖姿势挑衅 菲律宾还声称在黄岩岛 拆除了中国的浮动屏障 随后被打脸 菲律宾编造事实自导自演 是中国针对飞船冲闯 西湖临时布放拦阻网聚 事后主动收回拦阻设施 在炒作黄岩岛局势后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司令 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 菲律宾已经制定了 再次控制黄岩岛的战略计划 新任政府上任后 就开始谋划如何夺取 黄岩岛特别是西湖 根据他的描述 他们进行了几个月的调整部署 菲律宾公务船 已经能够在黄岩岛附近 三百米处抛锚 可能又要效仿 任爱交坐摊 未来军方也将介入 进入黄岩岛西湖 执行所谓的南海重裁案裁决 而最近菲律宾和美国 在这附近联合演习 看来是要动真格的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近日东盟外长 发布了联合声明 强调南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密切关注可能破坏 本地区和平稳定事态的发展 重点是尽快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这个声明很显然还在点谁 菲律宾一直都阻挠南海各方行为准则 前不久还打算拉拢越南 印尼等其他东盟国 单方面进行谈判 东盟能出这个声明 说明是避开了菲律宾的 自菲律宾挑衅以来 东盟一直没有搭枪 是谁在引狼入室 破坏地区安全已经照燃若揭了 东盟这些国家 跟着中国稳稳发展经济 谁愿意自家门口燃起战火 就连越南都逐步加强和中国关系 然而菲律宾却越跳越高 总之菲律宾这次是孤家寡人了 这一次对峙 就看谁先开第一枪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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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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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